好,我们继续讲 都跟传统算法对比 不但是在M2N定量上面 甚至在M2N定性能界 鉴定的方面都存在了很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意思 同样的A549 转入组设计数据 同样一个数据 用Fancy和用Boti 两种算法来进行鉴定 那么都能建立到肯定有一些 那这些M2N一般的组合工具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一定有一些是Fancy 认为是有的 但是Boti呢认为是没有的 实验验证 我们做了五个验证 全部都能够接出来 是整个 说明这个 先验的结果是 它们是有的 是存在的这些M2N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11个基因 这11个基因 是Fancy认为 这些基因是不表达的 但是呢 Boti就认为 这些东西是有的 而且表达的量还不低 最高的能够有 130几个RBT 这已经是属于中高风格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 实验证的结果 是一个基因 一个合适的 也就是这个结果 这个实验证的结果 是一变道的 Fancy 说有了就是Fancy 说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所以它的假阴性和假阴性 非常非常低 那么这么低的 假阴性率 假阴性率 在差异基因的分析上面 表现的尤为明显 这个是 这个文章呢 这不是我们做的 这个是 也是我们第二个文章 走的后 在曾经学那边的 曾经学那边的 曾经学书 教授 他们呢 可以做的 测了序之后 用Fancy 来做Mapping 然后做差异表达命量 然后呢 它从这个差异表达到列表里面去 验证了 这么多的基因 用RBPCRG验证 全部都符合 这个测序的结果 所以说 验证率非常高之后 他们就从中选择了这么一些基因 至于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个 我就选择了 这是他们的这个 领域 选择了这些基因 然后直接把它做 做了一两个功能验证 功能验证 是一变过的 你们现在可能 很多同学 还没有进实验室 做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研究的课题 可能还不知道 一般来讲 功能性研究 你选择基因之后 一个功能研究 做几个月那就很正常 起码得做一两个月了 然后你发现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你还要首先检讨 那是不是自己 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一定首先检讨一下 这个问题 要多做几次 多做几次 发现你就是做不出来 这个时候才可能会 觉得 是不是我 原来选金就选错了 测序的 这个这个 这个验证率低嘛 是不是 是吧 我选错了个基因 那我白掉了几个月 是第一年的时间 这种现场是比比结实 但是 由于我们极高的准确度 我们说有就是有 我们说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他们选择的基因 全部一次验证成功 然后呢 所有的功能验证的实验 全部一次 一遍过 因此 这可能是史上最快的一次发文章的经历 他们从10月上旬 16年10月上旬开始取样 10月中旬开始测询 11月上旬 数据出来 做这个分析 然后呢 后面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做功能验证 完了之后 1月11号 文章已经写好投稿 也就是从取样到投文章 总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 文章就再结束了 所以说 如果你 着急的毕业 怎么办 别人呢 一个基于测试的实验 能一年 从最开始测试 到最后发文 就是投文章 投不去 有一年的时间 营算是非常快的 可是他们就可以做到三个月 因为 根本不走任何一件发文 所有时间也验过 这就是测语准确度 我们分析算法的准确度 也带来 非常好的 一个例子 那么在RXC里面 我们之前也学过 还有Slicing 这个时候 对不对 就是剪切嘛 剪切也是很 很重要的 一个分析方向 有的也跟你们 一些就要分析 剪切 那么在剪切方面 不同的这个算法系列 它 它们都有 针对 剪切变体 鉴定的 特化算法 也是把一个RID 拆成两部分 甚至更多的部分 来进行Graphic 那么 其他的算法 传统的算法 把一个RID 整个做了Man 就已经够不靠谱了 把一个RID 还是拆成两半 去进行Graphic 那就是不靠谱的地方 所以说 它的那个 准确度啊 就是别人的 别人的测试 就已经发现 准确度也就只有 60%到80% 大概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我们呢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发了一篇文章 这个里面 带出了一个什么算法 叫Fancy Q Slice 就是我们在Fancy 二代的技术上 开发了一个 SLICE 就是剪切 鉴定的一个特化算法 专门去针对 就是在你的通量很低 或者是在你的这个 气势量非常低的情况之下 仅仅根据一个位置 就能过去很准确的 鉴定这个解决定 这个解决定 这个解决定 那么实验的验证 也是 像碾压其他的算法 其他算法 你看这个验证又很差 大概五分之一的验证 那好了 我们就选了一个 五个中的验证 最差 我们也认为8%的验证 总共下来 你看这个 八个比较里面 也就 也就这个 逆死的那两个 其他全部是百分百云的 其他的算法 那就是 各种的验证 都是实验证结果 然后呢 对于那些传统的算法 进行不出来的解决点 那我们 随机选了 八个去做 三个二次的验证 全部都是非常符合 我们的计刁结果 所以像这样的 一边导的实验结果呢 是非常好的 证据我们的算法 比如预期 那么 刚才呢 讲的都是在RMSP领域 那在DMSP领域如何呢 DMSP领域 我们主要来讲 是要看早不变 这个是我们之前 14年的时候 做的一个 这测试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就是拿到数据 这是一共有 10个肺癌病人的 外部测试测试 往HG19的金属方面 传统的游户 有两个 EWGPK 还有同期加三部 这两个非常常用的 这个游户 你可以去看 基本上 国内的那些设计公司 钥匙不变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流程 为什么 这两种流程 都可以 学了半年之后 你都可以下午之一样 去打那个 打命令行 除了这里之外 可能他们都不会 好 用跟传统流程 那么这两种传统流程 也不是我们做的 是由国内两家 很大的公司 这个 来做的 这我就不点评了 大家可以 这个猜是谁了 然后我们呢 跟他们相比 他们漏掉了超过两万个 层的突变 一般来讲 层的突变是最容易发现的 对吧 因为你把VC一堆 发现这一位全是 全部都变成另外一个 一个剪辑 也知道这应该是层的突变 不过总共才找到了 三万个层的突变 他们就漏了两万个 这漏的简直是 就是今天力气违离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开始拿到这个结果 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的算法错了 因为当时这个算法 刚开发出来的美国结果 然后我们就让医生去进行验证 样子在他们手上 然后他们一进行验证了之后就发现 就发现这一位 真的有特别 而且是有特别 这只是一个 要难的结果 他们总共验证了五个位 在全部十个病人上面 全部都做了验证 无一例外 是如此 所以说这个就说明了 传统的这个 为什么二来社区 是用不到能够上去 你这样的东西 你用传统算法 怎么能够到能够上去 总共三个传统的传统 比一的多两个 那还砸到后面 很多的更多 最后我们就做了一个事 就是做了一个蛋黄测试 就我们事前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病人状况是什么样 我们测完之后 数据表现 有医生来做 我们进行判断 这个是肺来化 这个EF2 基因出变的一间测 如果是有突变 EF2 R 这个L88 有突变 那么就可以用完样了 那么传统的方法来讲 十二个病人里面 有三个 是检测不了 EF2 可以用了 用H1的方法 还有六个病人 实际的状况 后来医生会有实际的状况 是 真的就跟Fancy 算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 这三个人 传统状况认为 根本不适合用 但实际上 他们能够买 如果是 用传统状况的话 那么这三个人 将措施拔下 大家知道一下 用这个 如果我们家里 有人 都来证 应该知道这一文书 Fancy是如此的精确 以至于说 我们地毯式的验证 到七星为止 没有发现一粒 假阴性 这个是我们发表的结果 这是对于 对于非模式的郡株进行 这个突变检测 以及基因物测证 这个是 非常考验的 这个 在高错误率情况之下 算法的这个容索性 那我们来看 看一下 这个是 原始人基因组 然后用过 Litube 三组 Fancy 这三种算法来进行的 这个Mapping 以及错误修程 我们就发现 Fancy的这个 和最终的 实际的 这个依赖测序的结果 是完全融合的 我们总共 检测 总共 就是地毯式的 验证了 四个区段 总共19994个位 那么Fancy的 夹阳性 夹阴性率 全部就是零 一个错误没有的方法 而其他的算法 都有很多的夹阳性 夹阴性 所以说在RNA和DNA测序的应用上面 Fancy的准确度 是碾压起它的所有算法 这是实际的测序 那我们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传统算法如此不堪 目前像BWP系列 它们数学挫心 都是BWT 然后还有就是Fancy 那么在这个算法上面 我们今天就读西讲 大家要知道 就是大概知道了一下就行了 BWT 它为什么说特别快 就是因为它可以把这个 它可以把这个 它可以把这个 建立这个 Service Tree 这种方式 可以大大压住今天 只需 只需要处理一次 而且随着搜索 逐位进行 搜索之间 可以成熟前讲 迅速逼近正确结果 所以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尤其对于很大的参考清楚来说 它的这个速度又非常明显 但是它缺点顺 会丢失 只序列的重复位置 随机放过位置 每次的迷你结果都不一样 而且一旦有的错配 就无法回到正确的分子上 于是你这个RIT 要么是会被Manager 不正确的位置上去 要么是直接丢掉 而我们说 我们知道 跟参考清楚上 完全相同的地方 其实并对我们的 绝大部分的英文来讲 是不感兴趣的 对不对 我们要感兴趣的 这都是一些和参考清楚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有疾病嘛 对不对 有疾病的话 那跟参考清楚不一样才会打疾病 因为都一样 那也不会有一样 对不对 所以 对于这种情况 恰恰是他最不能处理的情况 所以说为什么导致 在临床上面导致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 都是这么出来的 所以他们的这些状态都存在 就是这样的精骨查 稳健进查 的这样的问题 结果基本上就是逃亡 而由于Fancy 采用这个C-Cache 这种数学核心 就完全没有 从理论上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且呢 用C-Cache 这个数学核心 一般就是2万 但是我们通过 深度计算优化 就可以达到 在2.2就可以 达到超越 波奇2的这个运输 至于现在 那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 在人类大分析计划里面 我们的翻译组测序 除了有实验以外 还有 测序数学分析 我们也用Fancy Fancy 2.2和2.2 在13年的7月份的时候 在北京 举行了一次内部的PK会 我们 应该说是由我一队人 带着一台货币文件 去 对阵华大的整个 社会经济学分析团队 以及他们的 这个 这个 具体 一个集群 然后 取得了完胜 所以 后来 就定下来了 翻译组社区 的 这个 数据分析 都用我们的Fancy 这个系列的方法来进行 所以 大家可以看见 在仅在一年中 我们就灌水了 一样去灌了 很多瓶瓶瓶瓶 全是用 这么来分析 全这样分析 全这样分析 而且在应用上面 我们缅甸远征军 遗骸的全机组建议 也是 只有用Fancy 才能够应付到 因为 缅甸远征军 他们这个遗骸 被埋的地方 都是乱葬在一个外 而且很多地方都是 后人的活动非常多 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发掘的一个坑里面 这个坑实际上是 当地人的一个垃圾坑 就是有了垃圾网的坑 就填填填 然后垃圾坑填满了 就把网上填满了 所以说 然后这个 这个电视的这个遗骨 就是在这个垃圾坑下面 所以说上面的这些垃圾 所以说上面的这些垃圾 会通过这个雨水 逐渐把它吹 对于下面的这个遗骸 造成很严重的 这个暴化去破坏 而且后人的DNA会更完整 会复读在这个上面 而且你看 在当时这个 这个烈士雾园之上 后人的活动人非常多的 这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发觉点 在上面是一个院子 这是一个学校 很多人 后人和我们非常多 所以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 他们的这个DNA 化学损伤非常严重 化学损伤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 它这个DNA 碱基还在那 但是它的侧脸上 已经有一些化学的修设 这些化学的修设 就是将导致测学的错误 那我们 就发现 这是我们 最终实际做出来的 峰值呢 这个REES传过的峰值 在27个年级 那符合 随年代降举的降举规力 而且呢 我们发现 它的平均错位 就高达12 这么好 是在FANCY 有些应对方说的 因为FANCY的理论上来讲 可以完美的应对 12% 正好 在我们 无极成本的测序之下 我们总共测了 G的REES非常多 由于这个化学水槽非常严重 因此呢 其中只有415张REES 性能和有效的感染上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整个金组上面 全是有覆盖的 而且呢 注释机的中卫 这个 中卫覆盖度 达到了370厘 也就是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 去检验它的这个SFB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完整的恢复住 这个70多年前死在 绵甸战场的这个远征军 它的全金属性 我们是可以恢复说的 我们只有通过FANCY 这种超高的这个 容错程度 我们才可能实现 那其他的算法的容错程度 一般来讲 就是1% 只要超过百分之大 其他所有算法都不好算 好了有这么高精度的算法 就会 让我们重复思考一个问题 M2RJ的量低到什么程度 可以认为是实际上不存在 我就一个M2RJ 如果就进行了 一两个例子 我能不能说它坚定到了呢 这是 有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上面 有两种数据模型 一种数据模型是 如果你的感觉算法很可靠 那么 鉴定和定量不差 主要来自于Counting Error 就是你随机采样的时候 可能会采错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 Greed Hub做的 而如果算法不够符合 就会有随机M2RJ 会提到生的问题 也有类似 可能会随机担任到什么问题 因此呢 这就与M2RJ 这种密度 Greed Hub 密度是有关的 也就是RBTM 这个是有关的 那么在传送圈的算法上面 这个 传送圈的算法 这个 呃 百分效率是不稳定 而且不可预先知晓 因此呢 学姐往往是用RBTM 来过滤即赢的 那么RBTM 大于1 还是2 还是5 还是10 认为它是存在的呢 这个没有同意的标准 大家是各自为政 所以导致很多的结果是对不起的 这也是 为什么Nature上面 它会说 这个可充定危机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RBTM 是破水测试深度增加还是增加 对吧 假设同样一样 我现在用一个更强大的测试 比如测更多的REAT 但是每一个基因的这个REAT数也增加了 对不对 所以RBTM是不会变化的 在立体的状况之下 它是不会变化的 所以这些地位是什么呢 提高通量 就不能提高 建立所地点的效果 那么 那么 研究 研发更强大的次序 依旧是没有用的了 按照照片来说 这显然是不科学啊 好 但是如果说 我们用FANCE 这种非常可靠的 这种算法 那么它的误差 主要是Calm Error 那么Calm Error 在这个里面 什么算是能够建立到的 我们是用180M Continence Interest 就是智行区间 这个概念的基因 一般呢 在这个业界呢 是用Mile 99的CIF 大致认为 10个REAT数 因此 可电量 建立了电量的标准 就是 如果一个FANCE 被NM到10个REAT 那么 就认为 是可建立的电量 那么这个标准其实也不错 不提出来的 而是这篇文章 提出来的 一个标准 后来基本上没人用 因为 大英文表记 或者BWA 这些传统上 不靠谱嘛 不靠谱 就没法用这个标准 那么在这个标准之下 我只要提高功量 它就能够提高建立的电量的效果 对不对 如果REAT数多了 原来可能只MAGINA一个 我提高10倍的 同量很可能 就MAGINA10个REAT数 这个我就能够知道 它是非常可靠 建立的 你单于把一个 是不可靠的 那么在很低的设计功量下面 就可以量上万块机 那么在两兆地质 这是发表的成果 在人类单位的计划 两兆地质 下面就可以定量 1万1千元电报机 这比现在通常测取的 就是在外面测取的 就是在外面测取的公司 别人说要测量到4G 甚至6G 什么的数据 要低上几次倍上产倍 而是可以拿到 同样的更好的 定量进入多数 那么这么低的通量 很显然可以很少钱 我们算过 每个量 你可以低到4500块钱 理论上 理论上 那实际上 还会有一个副价可以 但是怎么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RNA社群 应该 如果你们要是特殊需要的话 应该也就是百元级别 应该不超过1000块钱 那么别人的工资 找你收 几千块钱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不靠工资 这个 这个 要下肯定过光 不过就是说 它要赚钱 其实它也要赚钱 因为它技术不到 不过关 没有我们的算法 而且 低通量之下 结果还能完全符合PCR PCR验证 这是小组设计 只测了0.1哨率 结果做出来了 做出来的效果 那是上桃 测去上桃五倍 那么我们看到 如果把这乌差线也算一桩的话 还可以 正好说不能包进去 下桃 这个机器是下桃 这个机器 那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突破 这个RPPM的一个 这样的限制 极大扩大 极大的洛权 跑上来 定了它 传统算法 RPPM小于1 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它就没办法界定了 可是呢 fancy的核心区间 一直可以下降 到下去 你只要是 趋于通常更高的层 而我们可以看见 RPPM小于1 这一部分 大概会有五千的 可以反映的情绪 可以反映的情绪 它们都会变成蛋白质 总共15000个 那你多了三个的信息 而这些极低表 它的生物质功能 和较高的 就是传统算法 能够 鉴定的定量 这些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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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好处 如果你把它 都掉了 那么这是很可惜 这件事情 所以说 这个fancy系列 算法的这个 精度非常高 而且呢 它的实验的验证性 非常好 都能够被实验的验证 传统算法 我们看到 是有非常多的 假扬性 假引擎 所以 如果你想 让你的这个 飞汽 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的话 那么 你就要用fancy 这个系列 而不同用其他的 这个 算法 那么既然这个 稳定性 这么好 我们应该来讲 可以把它 做成一个 做成渔冰海 因为实际上 这个东西还是 比较 呃 运气起来 还是需要 很大的资源 所以呢 对于我们就 以重启生活 作为这样一个 公司 作为一个主体 来做了 建构了这么一个 呃 做了这么一个 渔冰海 都开得出来 因此呢 成体生物最开始 是一家 IT 因此它并统一家 生活公司 然后呢 跟这种 好生物共同中心 还有跟天狗阿胎 什么的 都是有合作的 这种解决方案 是 我们用这个超算的 呃 用 产生了这个 测语设计之后 往云端上传 传了之后呢 就用一些 标等化的 模块来进行分析 这个时候 就能够非常体现出 我们的这个 fancy的这个 柔月情况 因为它的 准确度非常高 而且呢 它的所有参数 它也有参数 也有多少的参数 但是这些参数 往往是功能的参数 就是你想要的 也从特殊功能里 可以加一下 并不影响它的准确度 而且呢 我们 到目前为止 已经积累了 积累了 没有 没有百万 也有大几十万 这样的数据集了 我们有大量的经验 所以呢 把这样的经验 全都写进去 这样可以 什么 你只要选完物种 就OK了 然后 发挥 然后就这个 这个 所有的13K都自动 判断 自动设置 最油耗 这个参数 然后最后 把这个结果发挥 OK了 那么 那为了 云红台 云红台的话 就意味着大家都可以来使用 因此 我们的效果就非常关键 因此呢 现在 我们的fancy 已经进化到了fancy三代 这个fancy三代 是专门为 这个云红台 来进行 设计的 用它的内存需求 一般来讲 一下子就会弄完128RG 这样的 级别上 所以家人的 一般的家人的 甚至一般的工作站 根本是没有办法来承受的 但是它特别适合于 什么呢 它做 为了这个定型化 做了非常好的事 所以就是 用这种 啊 这个云红台上面是比较 合适的 这个可以做到 什么样的程度 Mapping这个 30层的基因组 全基因组测血 只需要一个小时 只需要一个小时 单节点 单重极节点 只要一个小时 单个转路组测血 一般就五分钟 一分钟之内就能够到 它的速度 fancy三代的速度 已经是fancy二十三十和五百点 对于转路组而言 速度是三十来 这是已经发表的 我们刚刚发表过 对于基因组来讲 起码是五百倍以上的提出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 这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的就会 这个程企业生物也是 直接作为作者 在这地方 呃 是挖了我们的 在这篇文章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3800个 RNA系数据集 总共用了 928个CPU小时 平面算下来 一个数据集 也就是一秒钟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 效果之下 测试数据的 全免费 云端分析 已经出入了时间 一秒钟 整个云 一秒钟 就能够平平一秒钟 处理一个复制器 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 当这个fancy的成本 已经低于 对于我请一个收音员 来找你收钱的 这个时候 我还有必要向你做钱 已经没有必要了 所以说通过这个 通过这样一个 通过这样一个文章 像Svetom DB 这样一个载体 我们事实上已经隐性的 把这个 云民台已经免费化了 如果有更强大的需要 如果有更多的数据 要需求的话 我们还得有 那些二号在里面 你天二号全部的SQ算令 理论上一个月 可以超完全中国 十三亿人的全金 世界最强 金银算令 没有金银 而且即便是公司 自由和私有云民台 已经可以处理 什么的 全世界所有的手机 全部开动起来 满足的工作 日夜不停的测试 它产生的数据量 也不够为保护 私有云 更不能做钱二号 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动力 你知道吗 而且整个来讲 是无人自走运行的 这样的话呢 让大家不必去操作 这个Ninux 这么复杂的东西 所以就可以取得 一般的操作 一般的成本性 大家不需要耗费 什么成本 在 在一些技术里面 因为绝大不妨 你做个测试 就是想定量 DNA社区 就想找出点 对吧 也没有更多的需求 那么 你就用民台 直接工作了 明天上面 现在有多么快 所以 可以给大家 来使用 那么我们 可以来实际的 来做一些 来做一些 尝试 来做一些尝试 可以自己用 这样的平台 那么我们是开放的 就是五个免费上 可以给大家无线测试的 使用 好 我们来这个 来实际的操作一下 可能呢 这个 数据集会比较大 现在 现场的可能 不太容易 下滑 大家注意 下滑 测试数据集的时候 一定要点WiFi 别用手机浏览 我估计大家 一般的 也能够好 还要小时间 所以现在呢 就是 给大家实验 试一下 给了 大家 慢慢的 慢慢的 来 试一下 先告评一下 大家在什么地方 有 Kathy 好 这个 局面 这边 这个 特别 这样 然后的 这个 我也带 这个 这种 这个后来一直都没认清了 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呃 他能够训续技术的下面 他也可以去下一个这步端 这个这个呃 预理派的步端 根据自己的这个 剪刀这个 自己的包网上去 运动开 然后软件下载 就可以根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扣扣系统来选择这个合适的这个扣扣来下载 是绿色系统无需按摩的 自己解压也不用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些 大家练习用笔合数理器 这里有全精组的 这个癌症病人的全精组 治療数据器也是我们自己 这个这个测的 然后下面这这三个呢 是转入组治療数据器 有经常的肺育细胞器 那还有两个 这个癌细胞肺癌细胞结果治療数据器 可以自己下载 然后解压这个比较多 比较大 都是伤心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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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几千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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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运行这个客户 好 灯进去 我是用我的这个组长号灯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见有有RNA和DNA的这个很多的应用 你要是想做什么应用自己的点击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做这么个称呼的RNA的应用 这个也是一些肺基胞和肺癌细胞的这个组织数据我们可以点进去 那么这个里面 你看组织数据我们可以进行上传 下面这边也有很多的应用是上传好 就是负面率比较低 所以它可能会 这里面上传有很多的这种东西 这上传很简单 我们来上传这个 然后我们刚才的这个 这个时候它的后台就是开始自己压护 然后呢 如果是 因为已经预置了很多参考户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 一般来讲 比较是参考户 如果你做的各种比较特殊 预置参考户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下参考户 所以我们可以来试着做一下 这边就开始有个问题 这边就开始有个问题 我们找一个 HCC 243 24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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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参照设定 参照设定里面我们选择的征服 你看这里类似的好多 因为人大和小组则是比较晚费的 参考新组的图示 如果你啥都不知道 你就这样选好就选好 后面呢还有一些不同的账户 也不知道哪些情况有 然后是预议你总知道 你总来知道你这些东西不是预测的 预测的还是预测的 目前这两个组织的 我们随后会往上增加 其他几个准备 这个优化数据在里面 然后 高级参数 你要是不懂的 你不要去选择 这就好 剩下所有我们就全部自动参照 还是提起 对 这里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已经解析过 我们换个参数 还是已经解析了 连续38 15年的配合自动参照 还是自己行 好 就提协计器了 你看这边 已经处理完了 现在正在上盘了 看没 正在上盘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 用这个压缩也是做的 比较好 再上盘 好 听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提交上去的 两个这个 两个这个 这个 两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连续 本来 对 这个 但是 那我换个 那个 你就把 开了 就是 开了 那 有些 不着 你等 你去 还有 把一个东西作为对照主,一个作为实验图,像这样的 来做一下,如果搞错了的话可以 可以拖一个也可以拖两个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作为对照主,把这个作为实验图,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 开始自己分析 然后插一个,分析完了之后,这个地方会出来一个下课牌 然后你得把这个监货下课下来 结果下课办法呢,可以用这个设计,来设计它的这个问题 好,因为这个分析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也说,延长会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大家会自己回去,去体验一把这个 这个分析,去体验一把这个作为的柔块和方便 然后呢,做出来的这个数据,解除我们会 我们会下一次,或者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来继续来讲,终于解读的这种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